3比2战胜美国女排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是拒绝逆转 那作为球迷来说 深夜看这场比赛 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但是其实打到第五局的时候 我个人对中国女排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现在拥有 两名世界级的主攻 那朱婷和李盈盈在第五局的表现 也是完美诠释了 两代世界级主攻的最好传承 这个周期之前的比赛 如果李盈盈在决胜局 赚到后排的时候 球迷们可能会担心 这个比赛会不会被逆转 但这一次我们在前排有朱婷 那朱婷也最终不负众望 拿下了最后一分 整场比赛 李盈盈也是一共拿到了26分 担得起中国女排大主攻的这个位置 朱婷这场比赛 作为小主攻需要接五轮一船 只有在六号位的时候 是不接一船准备后攻的 那朱婷这场比赛 也是拿出了36扣17中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 而且只有三个失误被拦 整体的数据也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场比赛 那这场比赛我看到 基拉里首发了 拉尔森和罗宾逊两个主攻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是有一些些保守的 因为这两个主攻 虽然都是一船防守比较好 但是他们两个的进攻 真的太弱了 特别是拉尔森 已经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一名选手了 所以他在主攻这个位置上 更多的是依靠一些手法 那对于调整球来说 这两个主攻 都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能力的 那整场比赛 这两个主攻也是交出了这个 罗宾逊13扣3中 拉尔森这个18扣4中 这样比较惨淡的数据 这也使中国女排在前两局 也是非常轻松的能够去取得胜利 而且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和第二局 整体的一船是比较稳定的 那在一船比较稳定情况下 中国女排打的心也是比较定的 所以整体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 打美国女排呢 也就顺风顺水了 但这毕竟是奥运会的比赛 任何一个对手都不会轻易的跟你投降 那美国女排的主教练 基拉里呢 也是及时做出了调整 他在第二局的时候呢 是用斯金娜换掉了罗宾逊 第三局的时候 是用普拉莫换掉了拉尔森 那这两个主攻呢 其实一船防守并不是最好的 但是呢 他们的进攻 肯定是要比前面两个主攻要更好一些 那事实证明 基拉里换这两个主攻还是博对了 他们两个这场比赛 也是打出了非常高光的这个表现 特别是斯金娜 整体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得体 她的一船到位率非常高 而且进攻也是打得非常有这个威胁性 对于中国女排 整体的这个后防线 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那中国女排自己的话 其实在第三局和第四局 还是在一船上面失误比较多 那一船失误的话 整体的话 这个心态就不够稳定了 就没有空去抓对手的这个防反 和这个自己的这个反击了 在斯金娜上来之前 中国女排的主要发球 针对的是罗宾逊 那在斯金娜上来之后呢 主要发球是针对了斯金娜 但是呢 她就是发不崩 所以的话 中国女排在三四两局 也是显得比较的无奈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蔡斌 在这场比赛的换人上 还是稍稍有慢了一些些 特别是在第三四局 我们的一船有波动的时候 其实可以大胆的去换上一些 替补的选手 那我们的替补选手 比如说像张长宁 她其实可以随时上来 顶一顶这个主攻的后排 比较好的一点是 中国女排这场比赛 还是敢于换人的 比如说前排用高益 去换下表现 不是特别好的袁新月 比如说在这个朱婷 有一些波动的时候 用这个吴梦杰 去换了一下她 那其实中国女排 现在的替补 还是有人可用的 我们不能迷信这个场上的球员 如果场上的球员 不管是朱婷也好 李莹也好 公祥宇也好 每个球员 他都有可能状态会有波动 那教练员还是要敢于 去相信这个替补球员 我们的替补球员 有这个进攻实力 非常好的吴梦杰 有这个依传防守 比较好的张朝宁 还有这个篮王 比较好的高益等等 都是可以换上来试一试的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 是吴梦杰 在换掉朱婷上来之后 赚到后排 蔡斌是没有安排他来接依传 这也表明蔡斌 对吴梦杰的依传 并不是特别信任 非常合理的 因为你换吴梦杰的话 就是要利用他的进攻 如果你在后排的时候 还让他接依传的话 那肯定是暴露了 他的这个弱点 那要么就在后排 再把朱婷换上来 要么就让他不要接依传 那其实朱婷在整场比赛 前面两局的话 他的依传和这个防守 真的是比较出色的 特别是在防守环节 在后排 简直是一个自由人的存在 在前两局防起了很多球 但是第三第四局 还是在依传上 还是有一些波动的 所以我觉得教练 看到这个队员有波动的时候 可以及时的 换上我们的替补球员 来调整一下 我个人感觉 中国女排 现在的这个阵容打法 还是比较合理的 像朱婷 她是打小主 接了五轮一船 主要的精力 可能还是在一船防守上 在进攻上 她也是表现出了 自己这个作为 这个世界级主攻 应有的这个表现 那龚翔宇 是作为接应 是接到了这个四轮一船 我个人觉得 也是一个比较极限的状态了 她在进攻上 这次也是打出了 这个23扣12中的表现 这场比赛 唯一比较遗憾的 就是我们两个复攻 可能表现的 没有以往比赛那么强势 这也导致 我们在有一段时间 会打得比较被动 好在这个第五局的时候 王源源在关键分 还是站出来了 赢下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 已经大半只脚 晋级八强了 那接下来两个小组赛的对手 是这个法国女排 和塞尔维亚女排 我们还是希望 中国女排能够 一步一个脚印 打好每一场球 祝福中国女排走得更远